这是一座江湖之城 也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 万里长江从江汉平原奔腾而过 和其最大支流汉江在此交汇 这里便是江城武汉 在中国只有两座城市以大为名 大上海大武汉 今天我们就来走进大武汉 湖北省共有十二市一字之中 省会武汉坐落于湖北省东部 总面积八千余平方公里 下辖是三个区 其东西长约134公里 南北长约155公里 相当于八个香港 十二个新加坡的大小 其主城区面积 比周围省份任何一座城市都要大 也是我国除了北京、深央、成都之外 唯一拥有六环的城市 全长600余公里 也是国内最长的绕城高速 湖北省总人口六千余万 而武汉市就有1300余万人 占据全省总人口六分之一还要多 武汉坐落于江汉平原腹地 大别山与木幅山甲角之处 俄首长江、黄金水道 东下江南、南底萧香 北上中原、西通京楚 也正因为它的区位优势 素来有九省通渠汇 中南繁华京之称 而如今它是全国最大的水路交通枢纽 高铁覆盖大半个中国、京广、滬荣、五九等数条高铁 在这里组成了通达全国的米字形高铁网 也是华中地区唯一通航世界五大洲的城市 也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内核港口 同时它的地理位置 也造就了它注定充满水的灵动 武汉市恰好位于我国第一大与第二大湖泊 鄱阳湖与洞庭湖之间的中心区域 在上古时期 如今的鄱阳湖与洞庭湖 分别称为彭里泽与云梦泽 其面积之大几乎覆盖大半个江汉平原 直到先秦之后才逐渐退去 留下了湖北省如今的红湖、东湖等大小湖泊上千个 这也是湖北省千湖之省美誉的由来 而仅在武汉市就分布着一百多个湖泊 让它成为中国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市 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还要多 塞其市区的汤迅湖、东湖 分别是我国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城中湖泊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地走进武汉 武汉市的主城区组城也相当特殊 长江与汉江将其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武昌、汉阳和汉口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武汉三镇 长江之上飞跨两岸的桥梁 让三镇的联系日益紧密 以桥飞跨南北天陷便通途 1957年10月 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此后的武汉数十座桥梁次第建起 数量之多让武汉成为桥城 也让武汉的城市框架迅速扩大 够为华中第一大城市 它的繁华也是有目共睹 江畔的高楼林立完全不输 黄埔江畔的摩登气息 站在江畔平篮远眺 顿生万里长江横渡 吉木楚天书之感 其实武汉这座城市 我们并不陌生 无论是从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诗剧中认识到的黄鹤楼 还是在汉阳 博牙与紫漆 高山流水 石之音的传奇故事 以及书香音译的学术氛围 大学数量之多让人难以想象 在校大学生130余万 位居全国第一 亦或是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热干面 无论哪一种都在勾勒出 你心中武汉的轮廓 这就是江城武汉 江汉之水是它的血脉 云梦之则坚润它的灵魂 九省通渠之便利造就了它的繁华 除山除水 除天阔 大江大湖 大武汉